马犬和狼青哪个更互足 马犬综合来说要比狼青犬好 马犬的繁育历史永久 种群比较大而稳定 狼青犬是一种没有标准的犬 无序的繁育 没有特定的标准 繁育也是民间自主繁育 种群数量少 稳定性也差一点 护卫犬方面还是马犬要好 狼青主要是看护方面比较强 对陌生人特别敏感 领地意识保护强 护卫方面稍弱一点 不过任何犬只看个体 个体不能代表种群 后期的训练也很重要 即使是饲养麻犬 也要通过训练达到完美 狼青犬也是如此 通过训练也会有不错的互足能力 从知名度来说 马犬的知名度要高 并且也很优秀 是世界上公认的优秀警用犬 关于狼青犬的来源也饱受对眼 可能就是日本狼青和当地狼青 杂交的后代 然后在民间饲养繁育而成 护卫方面来说还是马犬要优秀 看护方面还是狼青犬更有潜力 喜欢更多护卫犬的朋友 关注来找我 感谢大家的收看